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讲下我们的题目 让我们的听众直接知道 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什么 就是两千块可以干嘛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的现在的薪水 应该也是在两千块上下 真的吗 我还想说 我觉得是大多数 而且三千块的应该是少数部分的人 我还想说现在的这个世道还有两千块人工 有 你可能你没有接触到这种领域 我常常接触到 甚至还有一些工作还在签五块签六块 蛤真的 怎么过火签五签六 你就想啊 如果你今天只有签六块的话 那你要这样过火 而且是整整一个月 我没有办法过耶 怎样真的 怎样过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能要 你没车 你没房 真的没车没房啊 你没车是肯定的 但是你没房的意思就是 你不在外面租房间 最好就住在家里 不然你要另外负担一个这个 房子 对啊 就是一个房间可能就是要花你一个三四百吧 便宜的话 如果算便宜的话就三四百啊 如果要贵的话就可以真的可以去到很贵 七八百 一千块也有啊 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 确实现在尤其是 怎么说呢 现在的这个世道不景气嘛 很多大学生呢 在出来 刚出来社会找工作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 就是 哦 原来外面的这个薪水会这么设少 因为整个大学呢 其实 有些人花了很多钱去读 有些人花了没有这么多钱去念 但是呢 还是很多人去花了那个时间 花了很多那个时间还有那个金钱去念大学 结果这个大学呢 念了出来以后才发现 诶 这薪水太低了 跟自己的学费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就是他们的出来的expectation 完全没啦 本来因为我以为我的薪水可以去到两千五或者三千块 怎么知道出来问的时候 对 就两千二 就算有些人是工作是很光鲜亮丽的 就是你一看就觉得 哇 一定赚很多钱 但是你真正去做了以后才发现 呃 原来光鲜亮丽的只是一个外表 实则呢 它其实是挺糟糕的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呢 他以期去想说 诶 怎么 呃 怎么我薪水这么少啊 一直去埋怨 第一嘛 你要的嘛 你就是进步自己 嗯 然后就是去呃 充实自己 然后你去取得更高的人工 要嘛 你就好好想着你那两千块的人工你可以干嘛 嗯 现在我觉得蛮多人是想着 两千块可以干嘛 反而多过想 诶 我想要怎样去赚更多的钱啊 嗯哼 好 那呃 这个两千块人工可以干嘛呢 呃 当然我们的现场的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何依林小姐 那她自己本身是一位地产顾问 何依林小姐早上好啊 早上好 好 那另外一位是杨嘉欣小姐 她本身是JQ Professional的创办人 呃 大家好 我是 这就是杨嘉欣 杨嘉欣 是 那呃 当然这两位呢 其实我刚刚看值位 我就觉得他们的薪水一定是超过两千块 不只两千块 一场顾问跟最多個 你不可以这样讲的啦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两千后面加个零 不是 没有没有 不可以 这个又太夸可。真的 我现在辞职我就转过去做地产就好了 开玩笑了老板 所以我想请问这两位 就是你们的薪水应该当初啦 就是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你们步入社会应该有一段日子了吧 有啦 大概两三年了 两三年这样子 那当初你们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你们的人工是多少呢 我最记得那时候是 也是一样两千块钱 然后当时是刚刚毕业啦 就是刚大学毕业 然后就在一个 一个叫做 是一个公司里面 一个公司里面 它是一个舞台剧的公司 在里面担任一个叫做 那个宣传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时候一天 一天工作来的话 就是两千块是没有加上任何的 那个佣金什么样的东西 它只是两千块basic啦 这样子 它这整个东西呢 它就是 一直每天重复做一样的东西 可是那个薪水就是这样子咯 那两千块的basic 它有扣掉EPF吗 当然有啊 所以扣得来大概千七左右 千八吧 几年前的世道啊 那个时候啊 应该二零一三年吧 二零一三年 两千 我觉得应该比现在好 怎么说呢 因为那个年代的花费应该 应该不如现在的高吧 可以这么说啦 因为那时候的油价也没有像 现在这样子每一个星期都在调动啊 那个时候它是比较稳定 然后之后 它也还没有实行那个GST的那一个东西 所以啊 那时候的话 可能是刚刚好 还觉得OK 对 如果是讲现在的话 可能还会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啦 当时候好像你做那份工作 你的就是薪水是两千块嘛 它是工作一整天吗 还是每天都要工作吗 它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的公司是没有那一个 那个OT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它是直接是可以从早上九点钟 工作到晚上十一十二点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是没有OT签拿的 对 那你还做啊 是我就走人啊 那时候是刚刚出来嘛 就很热血啊 就觉得啊 我是为了这个工作的热情啊 这样的东西哦 可是久了过后就没必要对现实提头啦 所以你选择了什么 就是不要向现实提头 这样我就选择了房地产顾问 然后就用这一个工作去转向那个领域了啦 OK 那这嘉欣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他出来是出来做freelance 因为刚毕业嘛 要累积一些经验 所以就上次有在网上看到一些电影公司 需要找的导演助理之类的 所以我去就去试看看他们的这个职位 然后这个是freelance啦 他不是那一种 Full time之类的 长时间在做的 就是他给日薪的费用 而不是一个月的薪水啦 然后大概开拍的时候 都要两个月时间 就这样子每天一直拍拍拍 然后呢 你的这个薪水会高吗 薪水一百 一天一百块 一百多 一百五这样吧 那还是挺高的 那还是挺高的 但是据说好像做这种工作的人 是早上到晚上就是 可能是非常早起来 就是可能八点要到公司 所以就代表你要大概七点就要出门了 那做到晚上九十点九点这样子 就是很夜了 有时候还要到半夜 还要到半夜 就是拍 最主要是拍摄 负责拍摄这一方面 对不对 还蛮累了啦 所以说你看呢 如果你今天你要拍到晚上十点 然后隔一天 我又要一样的是八点要到公司的话 非常累了 那主要是你们的 你们在做这个人工这么低薪水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工作是你们的梦想 所以你们才去做吗 对 因为也是要 未来也是要 想要他进这一个 这个 领域里面 领域里面 然后想要累积一些经验吧 那你们的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说 就是做梦想中的工作都不赚钱 对 现实来说是这样 你们才多少岁 你们讲一下你们多少岁 如果要比的话 那些三四十五十岁的 要谈什么梦想啊 对不对 你知道年龄是女人的秘密吗 你这样询问对吗 你们不是十八岁吗 这样我应该很高兴了 对啊 对啊 就是你们还没有很老啊 就是也没有太老啊 那你们应该是 我觉得年轻人在这种 这种年级的时候 应该是充满着 这种 充进的 充进 梦想 然后我们想 梦想前进出发 这样子吗 不是吗 现在你们已经 这样快就对这个现实低头了 我这个梦想 赚不到什么钱 那我就打不得去找 找一个分工作 可以做少少 钱多多这样的工作 这样也不可以这样子说了 因为有些工作 这样 行行处状元嘛 我相信这个东西 如果说是每一行 他都会有他自己的难度了 所以不能说是钱少 就是钱多多 然后工作少少 因为就算你是这样 比如你是老板来说的话 你也不会说 把那个金钱放得那么高 然后给你做这么简单的工作吧 你有做过老板吗 我觉得每个老板都是同样的想法 应该是钱少少 然后工多多才对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是要 就算年轻人想要这样子 他也应该找不到吧 有的话我要去嘞 当然了 如果有的话 我第一个先去做 但是现在现实当中呢 毕竟是the ballot the ballot 就掉转了 然后就是 工特别多 然后钱特别少 是不是 然后可能我们会 会有人在马云 哎呦 我做那么多 然后钱那么少 你是不是会想要 就是想要 就是如果这份工作 你做的不那么的满意 会不会想要去换工 还是会坚持下去呢 这样这个是必然的啦 如果他自己做的不开心 然后又工作压力大的话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换下工作咯 人 因为人都是往高处的嘛 往好处方面去想 当然 他如果是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 当然他们会要更好的咯 好 那我直接问就是 两千块其实可以干嘛 其实好像一个月里面 如果我们真的心情 只有两千块的话 你们想想 两千块可以干嘛 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现在今天今日 两千块可以干嘛 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为真的非常多人 只有两千块 甚至有人低过 当然我们不讨论一下 比两千高高那些人 我们讨两千块就好了 两千块可以干嘛 其实 吃咯 用咯 一时住行一定要有的嘛 对啊 如果 有车吗 你们有车吗 是自己的吗 妈妈的 妈妈的 如果 如果今天你 真的是变成是自己 真的有一两千 负担得起吗 嗯 我是OK啦 我是OK 没问题 因为是 如果只有两千块的话 呃 省事减用咯 那个就 呃 房租 房租那方面的话 可能要减省一下 就是直接住在家里 不要搬出去住咯 啊 或者是 那个 呃 用的东西 可能 不要用的那么好的 可能用质量 比较差一点的 啊 就是把所有东西 就是 downgrade一点点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做到嘛 因为我们 毕竟我们 年轻人 我自己是年轻人 呃 耳机要用beats的 呃 beats的 OK 呃 beats的有翻版的哟 哈哈哈 不是啦 他们要那种高质量 其实我不明白那个 耳机用这么高质量 主要是干嘛 但是他们就是要用那种 beats 然后 呃 看电影呢 要就是 每个星期都要 看一次电影 嗯 这样子 然后偶尔来 星巴克 嗯 我觉得这个 现代的年轻人的 这个消费习惯 嗯 就是有这种习惯 呃 就是可能相对比较奢侈的 那两千块自然而然就不够 那呃 通常呢 都会造成 就是会有月光族的 这个现象出现 对 其实也好像两千块 现在 车子一辆 一个月大概供多少钱 七八百吧 七八百啊 七八百 七八百不去到一半了吗 啊 几乎都是可以这样 你还要卖币啊 五百 是啊 卖币五百 对啊 卖币 OK 如果我利用 今天我们有两千块 加卖币五百块 剩下千五块 然后千五块 要还房租吗 OK 我们当做不还房租吗 我们要不要给父母 费用啊 就是 家用这样子 有 有给吗 有啊 有啊 给多少呢 大概 都是两百多啊 两百呢 啊 加薪呢 加薪是 一百到两百啊 那也太少了吧 哈哈哈哈 我还张得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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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 重点是 这个是以两千块 呃 那个为 为 OK 好 两百块好不好 好 两百块 剩下千三块 那另外 呃 吃吃 OK 一个月要吃 对不对 然后打油 费用 大概会花多少呢 吃 如果是吃而已啊 吃的话 五百 五百多 可以了 吃外面吗 就呃 家里煮 家里煮 或者是吃 或者是 吃那种比较 简单的东西咯 可能 妈妈当啊 这些是比较便宜的嘛 嗯嗯 啊 不要吃那种高级餐厅啦 当然 但是会偶尔 偶尔 偶尔就是刚刚发心的时候 啊 可以啦 刚刚发心的时候 刚刚发心的时候 可以 用心态 看到吗 就是 喂 薪水一出来了 快点快点去 吃好一点 这样人 这样你人 一个月三十天 来讲的话 你只有一天吃的那么好了 当然是这样子的嘛 这是犒赏自己 一个月下来的辛苦 对呀 千三块就扣掉五百块 就是五百块算少了 知道吗 应该是六百块才对 算五百块就好了 剩下八百块 哦 剩下八百块啊 八百块 还可以看吗 就是一个月 哦 忘记了 这个transport就是 可能你有打油 还有交通 大概会花多少呢 打油一个星期 有费的话 才有费 因为如果这样 好像我们都是KL人 KL人一定是 骑车 如果是工作靠近的话 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啦 如果是 好像如果平时像我这样的话 是从Charles去到KL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可能一个星期 大概要五十左右 所以一个月要两百 或者是两百五左右 就剩下五百五左右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存下来的一个 或者是我们entertain的 一些剩下来的费用 你是五百五十块 够我们一个月来entertain吗 其实如果讲说entertain的话 是可以这样子用啦 但是有些 比较会 比较会计划自己的 通常都会有一些 好像保险啊 或者是储蓄啊 你还提保险呢 我都不想提了 提保险 你不要费用多高啊 现在 五百五 年轻人应该比较少吧 因为如果是讲 年纪比较大的 才比较贵吧 我想问你有没有朋友 在做保险 有啊 当然有啊 那会找你吗 会啊 就是很久没有见面的 就出来啦 就突然找你 哎 很久没见了 你今天干嘛 是不是会常遇到吗 嗯 一时啦 一时都会有啦 然后你看 如果我在算保险的话 五百五 哇 我不看设想 知道吗 我要用不看设想来想 五百五 再扣一个两百块 你就剩下一个三百 我算三百五 这样entertain 我买一个new balance鞋就没了 那你就别买new balance鞋啊 对啊 就是我就这样子说嘛 就是大概 哪一个比如啊 就是 我突然想要买 哎 哎 这个 新 就是新的一个月 出人工呢 买一样 买一样 我自己最喜欢东西 来慰劳自己也好 应该每一个月 年 就是月头 我们都会想的第一件事情 要买一样东西来 慰劳自己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你 这样应该 通常的年轻人都会有吧 嗯 你看你们 你们会 就是 一出人工 就是薪水一出来 大多数你们会干嘛 刚才有提到说是 去吃好料 哦 还单啊 还那些电话费 那些全部东西哦 好可能 原来我还要电话费 还要还 哈哈 你看坐地 好像你们坐地产 电话费 电话费啊 应该是不少过一百吧 不会 不会少过一百吧 现在的 都要百五块了 百五块 嗯 好像amenda 哎 amenda 加新 加新的名字叫amenda 哈哈哈 那加新呢 也是 也是大概百五块 都 同样还百五多块啊 嗯 你看 你如果算下来 其实两千块 所所无几啊 根本不 可能口袋剩下 十三句了 那就存在自己的 那种所谓的 担包里面啊 担包 对对 你看两千块 完全是 对对对于 现在年轻人应该是 完全不够用了 对吧 不够了 所以 我那个年代 才刚刚好 这个年代应该 不能了啦 对啊 那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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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过 就是完全 把那个月的 就是薪水都花完 然后变成月光族 有 当时是有的 你看如果 变月光族 你要 讲 讲去 就是维持之后的 一个储蓄啊 或者是 要从那里 去找更多钱呢 呃 当时候之前有很流行 一个叫做 grab car的东西 啊 那时候我是 呃 放工之后 或者是业余的时候 会去 加一两个小时 这样子啦 就 贴补更多的 一些费用 这样子咯 哦 所以 就是你说 你有另外找 part time freelance job 嗯 有有有 所以除了 现在 你现在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而且你说之前 啊 之前 OK OK 所以你们都会 都是找 一两份工作吗 还是 还是只是单单 做一份工作 所以你就是 有超过两份工作 我是做两份工作 没错 现在 现在以前的人 都不用做两份工作 现在 现在你们现在呢 有多少份工作 就是本身 啊 现在我自己 就只有一份了 只有一份 不要专注了 啊 你专注在地产 这个部分 对 房地产 这一家 Amanda呢 而且 两份啦 一份是 freelance的 就是刚才我讲了 还有另一份 是我自己的 所创出来的 品牌 网卖吧 啊 你有做网卖 对 在做什么东西 类似的网卖 我是在网上 呃 自创品牌吧 是 Made in Malaysia 马来西亚制造的 高级美发品牌 他是干嘛的 他是干嘛的 他是做什么的 美发就洗头啊 洗头洗头水啊 洗头洗头水啊 洗头水啊 对啊 哦 自己自己做的吗 对 我跟我朋友合作 他是理发师 然后他自己研发的 所以那些宣布 护理的东西 OK 因为我不了解 对 我不用这些 这个是缝女生的 OK 因为女生要讲这个话 你们有用这些护法东西吗 OK 我们先讲这个 你是 什么叫什么 JQ JQ 就是买一些护法的东西 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这一个 然后他是做什么 就是护法而已吗 就他 他的 可以解决一些 很多的问题 你的 头皮啊 之类 有些人的 有头皮线啊 那些头 头发很容易出油 然后 头发干燥之类的 都可以解决 所以这个是 你自己本身的品牌 我跟另一个 理发师我的朋友 一起合作了 对 所以你是JQ的创发生 所以我已经忘记了 这件事情 哈哈哈哈 是才说吗 然后你还为他 所以你是一个 对 我忘记了 不要散忘 其实好像 为什么你突然想要创业呢 因为 很少年轻人会创业 对 你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因为 我的 我觉得 自己 想要有一个 自己的品牌吧 我就 就想 就出这个 JQ 就 刚好 然后又 遇到我这个朋友 嗯 他也是 想要做自己的品牌 因为理发师嘛 肯定是 要有自己的一个 品牌 还有我们自己 所谓的品牌 然后 所以 我们两个遇到了 就一起 可以谈到 要合作 就这样了 算是一个缘分 就是 遇到贵人 我的博乐 就是要创业 就是要创业了 对不对 其实 现在蛮多年轻人 我们 我们都想创业 现在没有一个人 年轻人 应该是 偶偶偶偶偶 我出去喝茶 我也是跟他们讲 我要创业之类的一些 课题 就是 想要谈的 有没有什么工作 因为现在工作 薪水很少 那我们会想创业 你们有想过吗 Amanda现在已经做到了 你有想过吗 之前是有啦 不过后来考虑到 很多东西 就是可能要 创业需要资金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生意 是需要店面 需要人手 然后 一开始的话 可能你需要 一本 那个 本金这样子 可能 那个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做有本的生意 是有风险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一旦 那个 如果产品不畅销的话 可能 辛苦的 就是我们这种创业的 这样 所以我就已经 打消了这个念头 反而去 投入了一个 五本生意 就是我现在做的房地产 其实也蛮的好了 你有这样的想法 是很好的 因为 当然有时候 创业也是要看 本身的能力 因为 资金就是 资金算是 最大的问题 你觉得资金是 最大的问题 对 你觉得创业 需要多少资金 起码都要 两三万块吧 两三万块 要这么多吗 因为你除了 你要进货之外 你如果是想 又要做一些 好像网上广告 广告费用 那些一定会需要 一柄资金的 然后过后 如果你需要周转 还是你需要一些 好像新的一些 运输费用 还是怎么样的 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一柄资金 来调动的 现在我想问 现在我们可以 之间 我听过很多朋友说 如果今天你要 突然 你要拿一个 一千块出来 你能拿到出来吗 很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 都应该拿不出来的 因为我曾经朋友 有问过 我在报纸里 我朋友问我 文杰 我最近有点疾首 我想问你 这两千块 你现在有没有 可不可以方便 赚账给我之类的 我就想 我就想一下 这是我brother了 我在想 哎呦 就是我最亲的brother 就是很close很close 那种 他问到我 知道吗 我在想 我不想拒绝 但是 我没有啊 对 究竟是我没有啊 不想拒绝 但是 莫名有一种 nana的爱上 对 知道吗 就是 你们 如果今天 只是一千块的话 你们拿到出来吗 现在立刻就是 可能就可以 解决 手头上的 一个经济状况 一千块 太币 可能我可以 太币 马币 拿到出来吗 就只是拿不出来了 是不是 加欣 你先讲吧 不如 拿到出来吗 勉强 还可以 是不是 还可以 就是你有储蓄 对 你呢 当然有啊 有啊 还可以拿 就是有储蓄 对不对 对 如果没有储蓄 好像我们只有 两千块过活 就真是要 问到我就 拿不出来了 真的 拿不出来了 因为真的 一千块 对于 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很庞大的 一个数目 所以你现在 铺露 你连台给你的薪水 不是 只是 因为我的花费 比较大 我花费超大的 你知道吗 就趁机跟老板讲 老板要加薪咯 老板最好要加薪给我 因为这是我们 每个员工 都想要达到的 一个最大的目标 我进来工作的 第一个 想要做到 就是 我要起薪 没有一个人 不想起薪 对不对 一定要起薪 好 那我们 就先休息一下 我们的 这个回过头呢 再继续我们的 这个节目